OK 那這是我們的望遠鏡本體啦 這個真的是爆炸大的一個望遠鏡 出乎意料的大 OK 那這就是我們的 OK 那這是我們的望遠鏡本體啦 真的是出乎意料的大 那第一個缺點跟剛剛的Nikon一模一樣 這個蓋子是發生什麼事啊 就是 這個到底是什麼神奇設計的蓋子 誰設計這個蓋子呢 叫它出來 這為什麼是這麼鬆的 就完全沒有碰它 它就會自己飛出來的一個蓋子 這真的我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那這個因為 那這個望遠鏡因為它的鏡片 前面鏡片比較大 所以它前面還有附給你兩個蓋子 就是來保護你前面的蓋子啦 因為這真的超級大 很容易不小心就K到之類的 就是K到的機率更高 所以有兩個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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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是不知道為什麼你控的 那這個 那我是不知道為什麼你控的變焦 那我是不知道你控為什麼變焦它的聲音會有這種奇怪沙沙的摩擦聲音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不是一個流暢的轉換呢 它這樣子一直摩擦不知道是在幹什麼 那我不知道你控為什麼它的變焦是這樣設計的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你控的變焦是這樣設計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你控的變焦是這樣設計 它的變焦會有一個摩擦然後沙沙的聲音聽起來像這樣 就是一個摩擦的聲音 就是一個摩擦的聲音 就是為什麼不是一個流暢然後一個滑順的轉 那為什麼是這樣摩擦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它們是這樣設計的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你控的變焦是這樣設計的 所以它用出來就是一個沙沙摩擦的聲音 聽起來像這樣 就是有東西在裡面摩擦的感覺啦 就不知道是怎樣 然後用起來也不是很OK 就是還蠻鬆的 就不小心 就不知道為什麼是這樣設計 然後這一支 然後這一支望遠鏡的曲光度是設計在左眼的部分 然後它的左眼是用整個轉動的調整趨光度 然後我就覺得這樣子跟第一個那個Callman一樣 就是很容易去不小心轉動它 因為你理論上就是用完趨光度 你就永遠就可能五年十年之後你才會再去動它的東西 那這個就這麼不小心就會碰到了一個東西 為什麼是設計在這邊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是這樣設計的 那這整個鏡聲呢 那這整個鏡聲呢就還蠻紮實蠻重的 那這整個鏡聲的材質就是還蠻紮實蠻重的 那它外面的材質是包覆著一層就是跟剛剛一樣 有點像是鞋墊 有點像皮 就是軟軟QQ鞋底的材質 那這整個外面的材質就是蠻紮實蠻重的 那這整個材質就是蠻重的 這整個材質就是蠻紮實蠻重的一個望遠鏡 那外面的材質全部都是一種軟軟QQ鞋底的材質 就是摸起來還蠻OK的 那這整個望遠鏡就是蠻紮實蠻重的一個望遠鏡 那外面的材質全部都是一種軟軟QQ鞋底的那種比較硬的 但是是軟Q的材質 摸起來還蠻棒的 最前面鏡片外圍 最前面鏡片外圍都是有一個 最前面鏡片外圍都是一整圈 那剛剛那個 那剛剛那個軟Q的材質有延伸到鏡片最前面的外圍 所以你可能放到桌子上啊 你可以這樣直接放 就也不會磨損到鏡片 理論上每一個都不會磨損到鏡片啦 只是它這樣軟軟QQ的材質還蠻棒的 Fuck for fuck